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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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目前在我的观众名单有看到的 灰熊 安安 你好 好久不见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把特点全部看完吧 对啊 后就没来了 好 这个是特点 特点一个音乐完全不一样 好 把声音关小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的特点吧 最后的特点了 好 呃 我竟然是 这个角色是 好像是我们刚开始到那个 呃 到学校的时候遇到的那个怪人 呵呵 好 结局时出现的小白猫 之后大空叫她取名为雪儿 好 雪儿所以说 因为擅闯树林的迷路 流浪到这栋玉佑月的附近 并非真正的小雪 当时大空讲出出小雪的名字 只是因为回想起过去 算是心灵得到抚慰 并有所寄托 啊 并有所寄托 所以说她只是 被寄托的 蓝蓝玉安安喔 好 那我们来继续的看 特点 好 这存档点不用看啦 特点应该不会死啦 等一下 好 再看一次吧 好 这个是 刚开始那个 呃 刚开始跟结尾地方出现的 那个 诗 星诗 好 看一下这个角色 真甜彩 莉奶的童年玩伴 比莉奶大三个月 是如同姐妹般可靠温暖的存在 呵呵 身为真甜家的次女 才一直想要有个弟弟或妹妹 因此将莉奶 视为亲生妹妹般疼爱 可是你也要了一个爸爸 个性早熟 属于敢爱敢恨的类型 十分的独立 同时也喜欢幽斗这个哥哥 是唯一让他 想要撒娇的对象 等我一下要把死定关起来 好 特点会死吗 真的假的 最后甚至转为跟踪狂 开始设计陷害三叶灵奶 拍下他与龙偷偷见面的照片 公主与社会的布告栏上 社区的布告栏上 直到丽奶搬家后 彩彩决定淡忘这段感情 在游戏中的灵魂姿态出现 偏向 厉鬼型的冤魂 高中时和朋友一同参加试镜活动 却惨遭陷害而死 是现世报的概念 作为灵魂姿态时 才因为与哥哥丽奶的重逢 逐渐放下当初的执念 并在最后时刻成功的复仇 喔好猛喔 黑猫安安喔 刚开始吗 没有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在特点 一个猫罐头 啊啊 拿猫罐头 What 最后得知目标是丽奶的母亲 但意识过来时 悲剧已经酿成了 因此对曹江家的人 呃 心怀愧疚 长大后 采得惨死和妈妈的自杀 让她决定私下调查真相 并不惜透过非法交易 获得武器 因此此时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想要复仇 一心想为妈妈讨回公道的她 在大楼与丽奶重新相遇 虽然她当时很惊讶 却又怀着一丝的庆幸 爱自发暗示发誓 要在事后找机会补偿 你的补偿请她一下吗 为了先取的信赖 擅长说谎的她 向丽奶隐瞒了手枪的来源 在大楼前 早已对这座岛的现状感到质疑 之后在幻觉之都看到的 关于岛上的秘密资料 想法 易发确定 而在她与丽奶一同探索的时间 冰冷的性情开始有所转变 事后察觉自己对丽奶的心意 经历侦察之后 最后付出行动 就必动丽奶了 可可 好 欸可是我们要到前面存档 欸好麻烦喔 按错了 继续的往前走 喔 欸这里有存档点 青螺花的画廊 立奶之声 好看看哪 在相遇之前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欸要怎么到下一页 但相遇之后 是你们引领我不相幸福 谢谢你 们 青螺花 喔 胖子版的封面 是真的假的 好开胖子吧 欸 這樣不會被奔泰姆 喔原来那边是有花的 是没有花的 可是 在最后的时候 对啊 是在最后 那个什么 在封面的时候那个花也放上去 好 哭泣的大空 喔 喔 这张真的画得蛮漂亮的 蛮有感觉的 蛮有感觉的 被摸头的小雪 看一下吧 我觉得阿 cl 有 帥 再咱们 或人 雪的犧牲 现在三秒钟就要爆炸了 好,继续往前走 哦,看来有好多人 嗯,就当做是蜡像吧 What? 在说啥 就这样 贪财记者,只要有钱拿 什么报道他都写得出来 好 啊,他是瑞斯 这里可以测验你对青螺花了解有多少哦 什么 What? 有几所大学,当一所啊 呃,蛙女叫什么名字,橱菊啊 难题 最后的说书人是谁 蛤?什么说书人 我选你 诶,你这骗子 作折 好啦,我们来看看最后的说书人是谁啦 对,太小声了 最后的说书人 是神大人,丽奶 丽奶 当然是神大人啦 哎,我不想猜了啦,可是我很看完哦 小龙安安哦 我怎么知道最后的说书人是谁啊 呵呵 按错了,按太快了 嘿嘿 这是不是试太多次我会死啊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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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怎么一直按错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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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空吗 为什么 忘记了 雏菊 第四题 雏菊有什么能力呢 雏菊 我哪记得啊 呃... 呃... 分身太夸张了吧 变身吧 這是...痾... 幻想之都 幻想之都跟变身 跟传送术 她不会传送术吧 安迪安安哦 他会分身吗 不會啦葬身两个去掉了 变身跟传送术 变身吧 哭喔 哼哼哼哼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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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一定会捅身哦 蜘蛛 蜘蛛傳送術 好煩喔 好久喔 嗯 不是一三了 欸 怎麼今天一直猜錯啊 氣死我了 第二題 第五題 青龍花種子叫什麼 金胚 青仔是怎樣 色爾都稱龍 老爹 尤斗在遊戲中獲得什麼綽號 暗黑男 彩虱為什麼 而參加試鏡 摩特爾啊 還有第九題 研究所大樓是 育幼院 第十題 青龍花作者是 應該是岩如雨吧 呵呵 好 好 然後咧 還要再測月營室嗎 是有不一樣的東西嗎 哎呀 嘖 唉 好 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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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可是今天我們玩很快 現在就結束啦 第三題 大空 第五題 青霈 老爹 好 哈哈 你做好了 沒有東西啊 換手 好了 好 我们继续走吧 这什么东西啊 关于青螺化 在青螺化中其实采用独立的世界观 所以如果要认真写 应该会变成一个很庞大的作品 但并不打算这么做 游戏中摄取许多专业的知识领域 希望专家们可以笑着看看就好了 简单来说 本作是讲一个住在同座岛上的角色们的故事 在这座岛上被掌权者当作军事基地 并隐藏其存在 而他们也对岛上的人民隐瞒这个秘密 不过只是个故事背景 所以我们也打算讲得很清楚 我想讲的是关于主角们的故事 以及他们相遇之后擦出来的种种火花 在这座岛上老师的职业并不被看好 除非你的能力符合自己的需求 所以良一夜与你奶的感情始终充满挫折 更因为良一夜发现钦佩之后激发出龙的野心 加上采的恶意 诬陷及左邻右舍的八卦的压力 故事开始往黑暗面发展 你奶从小便对自己的存在保持疑惑 抱持疑惑 大空与博士的真正想法 瑟尔最终的心灵归宿落在何处 采对感情的执念等等 诸如此类 没有人的故事是完美的幸福的 但他们是否能成为自己 是否能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结局呢 他们因为青螺花而步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 同时青螺花也终结他们的冒险 虽然无法改变命运 但若有心 仍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结局 这是我努力想要传达的东西 希望也可以传达给我们 好 继续的看完 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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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有什么东西 在这一侧的棉被下找到了 立奶的胖子 放开那个胖子 你这个变态 直接安安哦 what 等待待待待待 这次翻一次会被死啊 等一下我们先存个档好了 等一下突然死掉怎么办 来看看 等一下打第二下他把我打死了 再看一次吗 放开就脏手了就变态 再一次会死吗 这什么什么我看清楚 好意外的 再次找到 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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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特点会死 是怎样 特点会死呢 曹仓逆奶 本作中的女主角 性格坚强 遗传了父亲的一个头发 一头蓝红发 小时候总是与真田家的兄妹玩在一起 因为打从心里信任他们 所以从来没有察觉到 采对父亲的心意 后来爆发母亲 外遇事件之后 他被邻居嫌弃并排挤 曾一度对母亲发过脾气 但他 後悔道歉時已經來不及了 進入大樓之後 備受大空的信賴 同時也是十分善良的女孩子 好喔 你好少喔 主要角色 三葉離奶 是三葉加千金 原本是計劃嫁給某個政治家 但是在某個機院下認識為教授的曹昌 並在逃婚之後私奔 這段感情始終不被兩方認可 但他們十分體貼 丈夫的好妻子 同時也是疼愛女兒的好母親 可惜生下定奶之後 身體變得很虛弱 時常待在家裡休養 那個時間 兩葉看到清貝的事情的煩惱 決定私下協助 沒想到為了不被丈夫發現 和隆私下見面 卻找到被踩凿的機會 刻意扭曲事實 被鄰居們誤會 曹昌家一度成為了社區的話題 恩...好 但從醫院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在故事中 是以靈魂的姿態出現 並協助青羅花的能力 默默守護利奶等人 為了幫助他們前進而創造出了電腦式 而窗戶能條密道 是察覺雪決定犧牲自己的心情才做出來的 感謝追隨唷 感謝追隨唷 感謝LICHENGG 123的追隨 謝謝你唷 好喔 一拳拜拜唷 好 所以說他母親是就是 嘖 啊 超好修養啊 當然啦 誰會跟一個老頭在一起啊 在林乃死後開始 顏迷不正 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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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唸那個字 酒了 畢竟是徒喝酒麻痺身心 就在這段時間 林乃的骨灰被龍派人偷偷奪走 事後 當 當他發現了真相 卻礙於不得進入大樓而無法行動 就算想要搶奪 卻又擔心立乃會變成獨自一人 因為心懷有愧疚悔恨 當時避而不談的林乃的事 雖然因為得知島上的秘密而暗自努力中 但沒有放棄去奪回妻子 還算不錯啦 他還是有努力的想要彌補這樣子 好 畫面 欸 沒了耶 喔 是最後了 地圖這種東西真的很難畫 頹迷嗎 蛤 我說第一個字呢 什麼迷這樣子 地圖這種東西真的很難畫 測試版跟正式版各畫了一張呢 不過正式版的還算滿意啦 不過有沒有發現 地圖上有玄機的呢 地圖呢 讓我看一下地圖嘛 你這樣子跟我講 故事中的報紙雖然幾乎有標題 但也是藏著重要的訊息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我有發現唷 玉幼院的主角角色 瑟爾成為龍的豬手之前 前期時 因為寂寞而畫的圖之後這張圖 成為創造瑞絲的唯一動機 這個大陸是怎麼會傻 瑞絲 這個名字是瑟爾在三掙扎之下決定的名字 瑟爾有女神的意思 相當於 她的靈魂的謬思 靈感的謬思 你的畫面紅紅的一閃一閃 你的顯卡快壞了還是螢幕快壞了 好 雖然瑞絲看思樂天沒有煩惱 但私下也是有溫柔成熟的一面 小奈安安喔 瑞絲稱瑟爾為主人 陳表示最喜歡主人了 後來的旅途中 他漸漸喜歡上麗奶等人 並願意予以協助 最後步上了主人同歸於盡的道路 同歸於盡嗎 他只是睡覺而已吧 只是他不曉得的是 瑟爾留下的備用晶片 等一下 等一下 作者 這裡該不會買了第二集的梗吧 這個是怎麼回事 這晶片是怎麼回事 呵呵呵 我知道後來的晶片 他沒有死掉啊 可是 這晶片 好有美式劇的風格 卻有強烈的企圖心 並喜歡林乃 喜歡想要徹底佔有他 得到欽佩之後 剛好政府嘗試 因此住進了專屬的研究大樓 但他毫無掩飾自己的情感 擅自奪走了林乃的骨灰 為了達成野望 他不惜殺害許多無辜的生命 完全沒有悔改之意 或許 是個骨灰控吧 最後被采給殺害 靈魂被拉入了萬劫不復的黑暗之中 咳咳咳 只有實況畫面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聽不太懂欸 什麼意思 這是誇獎嗎 沒有啊 就每次巨人喜歡這樣子 就是放一個 像是伏筆的東西 就是可以 就是因為那個伏筆 讓人會有期待說之後還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對啊就像一個 例如那個 很多昆蟲的變大啊什麼什麼造成地球毀滅什麼的 就算最後殺死了最後還有一隻留在那邊 之類的 對啊常常會有這樣的劇情 沒劇啦 好啦好啦我知道啦 雪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這次慌忙中將他藏進了廢棄的垃圾場裡 大空或許是命不該絕或就這樣神奇的生存下來了 某次撞見龍和政府手下秘密談話 而龍在得知他身份之後 決定加以利用 讓大空將大樓的動作當作自己的家 米洛安安喔 並為了利用大空而教他讀書寫字 而大空也十分信任博士 直到大空後來探索之中發現雙七死去的真相 負責照顧身為實驗體的貓咪們久而久之 和他們培養出了默契 和小雪的感情最好 時常會與他訴說心事 在真結局中的八年後 以說書人的身份再次登場 代表精神上的傳承 在本作中算是一個 極其重要的角色 喔 這樣我就看完全部了耶 你呢 我們看完這個 這幾天 我禮拜天有開啊 剛出生不久後 被丟棄在育幼院的門口 是育幼院的一員 從小喜歡閱讀書集 歌星孤僻 不惜與他恩交際 一心想成就達事業 回報院長媽媽對他的關懷與照顧 後來被龍看中 成為了專職的助手 原本龍打算將他 當作實驗品 但後來研究發現 秦羅花不喜男子 不再疼愛他 只是充其量 將他作為利用的工具 但第一次接觸實驗的瑟爾 卻開始崇拜起龍 並以他作為人生的夢標 後來他趁著閑暇之餘 創造出瑞斯 彌補內心的寂寞感 並因為瑞斯的陪伴 漸漸的開朗起來了 因為崇拜而開始 稱為龍為老爹 曾一度迷戀實驗忘了初衷 並暗中進行氫羅花的研究 打算超越龍 直到後來 意識到自己早已不被重視 立即陷入 深沉的絕望與瘋狂 之後在林乃的請求下 他決定打起精神 拯救那些陷入危險的人們 為自己先前的無知做下補償 並在最後一刻 他以笑著死亡 終結自己的人生 喔 我還有一個彩蛋沒有用 真的假的 去看看找找看 彩蛋彩蛋 找彩蛋 彩蛋 哎呀 欸 這該不會是椅子吧 彩蛋彩蛋彩蛋 彩蛋 彩蛋 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 彩蛋 還有哪裡有彩蛋啊 這個嗎 不要聽這一首 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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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首 彩蛋 很常會這樣啊 因為這個字就是這樣 這邊是不是藏東西啊 這裡為什麼少一個洞 嗯 彩蛋 我們來找彩蛋吧 最後的 最後的彩蛋 貓罐頭 可是我要怎麼用貓罐頭 喔 給貓 給貓 給貓給貓 給他吃貓罐頭嗎 不要 得囉 好 給他貓罐頭 我變貓了 我變成貓了 可愛的小貓咪 過來讓姐姐摸摸吧 不要 你要把我殺掉 好可怕喔 討厭 為什麼會這麼害怕呢 好可怕喔 我才不會傷害可愛的小貓咪呢 呃 我這裡沒有食物 去找別人吧 哭喔 他看得懂話嗎 這應該不用吧 好 欸 欸 不要再看你有沒有拿眼了啦 好 這邊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東西的啦 這邊是沒有東西的 咦 是這隻小貓咪呢 沒有啦 你的黑 你的毛好黑好漂亮呢 老實說 不知道為什麼 看你 看到你會讓我想起有頭疼呢 哼哼 噓 這是我們之間的秘密喔 至於貓咪拿胖子應該沒問題吧 你竟然是問號 我的貓咪是怎麼回事啦 有隻小貓咪 來 不用害怕 不會傷害妳的 呵呵 不要再磨著我的大腿了 好癢喔 是小腿吧 好乖好乖喔 啊 小傢伙 你肚子餓了嗎 這麼說起來 我肚子也餓了呢 不曉得還要在這裡帶肚子有時間呢 我怎麼知道啊 你要問作者啊 好 最後再看一下你們的東西就差不多離開了 貓看到貓會怎樣啊 乖 好乖 這隻貓很高 你 該不會是 不准 離我們家的雪兒太近 聽到沒有 它會變成雪兒了 不是小雪嗎 嗯哼 看你這身髒毛皮 可別靠近我 去去去 貓咪 怎麼了 難不成 你也沒有朋友嗎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 我可以來當你的朋友喔 好 再跟他講話我會不會被大空打呢 呵呵 看來不會被大空打 好 那應該我們就全部看完了 好啦 就這樣子 應該沒有什麼 應該沒有路的東西了齁 所有的東西都全部看完了 跟電腦對話看看 好啊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用的啦 喔 不用不用 應該是一樣的 雪兒是外面那隻貓啦 喔喔喔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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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就差不多了 這一款遊戲的所有東西都已經看完了 好 那 這一款遊戲就 應該就是 破台了 就是沒有任何的遺憾了吧 好 那就 下一款長篇遊戲呢 就 明天 我會再選擇一下要玩哪一款遊戲 對 選擇好了以後 我再 PO在我的粉絲團 好 那 喜歡我的實況 可以點個追隨喔 也可以到我的粉絲頁 還有Youtube的頻道呢 點個訂閱 好 另外 呃 禮拜五 我預估會玩 虛白之夢吧 看狀況 我 我再想一下我要玩什麼遊戲 呃 瑞絲還有一個 沒關係啦 已經這樣錯過了 對啊 要關台囉 因為我今天只玩這個而已 好 那 那 我想一下還有什麼 沒有說 應該差不多吧 喔 之後 對了 之後那個 聊天室規則 我會再稍微修改一下 對 還有就是 如果 如果 如果就是說 如果你 如果有人就是 違反規則什麼 被ban的話呢 不要找我解ban喔 也不要去弄MOD 因為 因為 因為如果MOD ban你了 它是造的規則ban的 OK喔 就這樣 先長好了 就 規則就很簡單 就 不要洗瓶 不要洗一些 呃 亂七八糟的東西 還有 呃 就很簡單啦 就是我覺得 一般人正常的對話 是不會碰到的 那如果 嗯 對啊 應該是這樣吧 應該很簡單吧 好啦 那就這樣子 那明天開台時間 大概九點半到十點之間 看狀況 我就看我回家的時間 好 那就這樣囉 點個名吧 藍藍玉 晚安囉 煙雨 晚安 小倫 晚安囉 安迪 晚安 兔姐 晚安囉 還有 龍蜂 晚安 破雞 晚安 還有子若 晚安囉 呃 等我一下下 等我一下喔 我有一位觀眾的ID 要確認一下 每次 每次都會記錯一些人的ID 呃 對 還有子葉 晚安囉 林雨 晚安 還有 六神 晚安 K072 70826 晚安囉 小奈 晚安 木翼 晚安囉 百姬 呃 秀 秀 晚安囉 呃 阿寶 晚安 還有DXC 213 47510 晚安 好 應該都念到了吧 如果還有新觀眾想要做暱稱 可以到我粉絲團留言喔 好 那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明天見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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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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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